08年文川大地震在毫无警示下发生 即使时隔已经三年 当时的北川地震遗址仍然还保留着这些满目疮痍的建筑物 四川政府用支架撑着快要倒下来的楼房 将时间定格在灾难来临的一瞬间 破碎的瓦砾还有倒塌下来的房屋 这些通通都见证了三年前地震的强大威力 现在这个老北川县城已经成为了当地一个遗址公园 这所在去年三月已经完成重建工作的小学 发生地震时全校超过500名师生 只能在临时的板房内上课 而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校园还建成了展现的大操场 和可以提供300个宿位的宿舍 我就最喜欢操场了 为什么 因为操场可以奔跑可以玩 谢谢你们对我们学校的支持 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条件 没有办法就带着孩子出去打工了 然后现在是家长知道我们学校 弄弄续续续的修好了 然后弄续续续的回来 已经回来读书了 澳门胡十四会说 筹集到的超过一亿资金 已经有六千多万作为重建项目支出 并且会在所有重建项目完成后的几个月内公布报告 从毁灭走向新生曾经几乎变成废墟的地震灾区 经过短短三年时间重建项目已经完成九成 二位是马永菲张世伟四川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